大家好,我是米奇沃克斯,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呢,在开箱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呢,去这个苹果店的时候啊 真的是,有点很神奇的问题啊 就是iPhone Pro Max,就是最大号的手机呢 我去了之后,它的蓝色可以拿现货的 就是说,你之前没有预定你可以去现场直接拿现货 也就是说这个手机呢,并没有那么畅销 本期视频呢,仅仅是两部手机的开箱 并不是体验视频 如果大家想观看非常细致 并且深入透彻的这个详细的评测呢 记得先订阅关注我的视频频道 我是米奇沃克斯 记住啊,我们今天呢,开箱 今天呢,我们开箱 iPhone 12 Pro Max和iPhone 12 Mini 诶,一部,两部 哎呦,我的妈呀 这次呢,我买的手机呢,它颜色呢,我就改一改 因为我之前买的其他手机呢 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深蓝色的 就是当时呢,在用这两部手机的时候 我会觉得颜色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那么好,就没有说我眼前一亮的感觉 所以就是两个颜色,我就 我想要不要换一下 所以呢,这次的iPhone 12 Mini选了绿色 然后这个,终于选到了我特别喜欢的颜色 金色 那我们先开箱iPhone 12 Mini mini这个盒子呢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轻了 因为它毕竟是盒子 哇,OK 呜,你别说哦,这个绿色还真的是蛮好看的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 哇,很精致的一个小小绿的绿色 哇哦,可以啊 这个绿色真的是蛮漂亮的 说实话哦 我觉得跟我之前这个蓝色相比的话 真的是好很多哦 哦,真的好,真的好轻啊 里面配备的数据线 然后一切都是重简的 几乎就没什么想说的 就是拿出来一瞬间会觉得 好轻好轻 但是好像又没有那么轻 那跟我的iPhone 12拿起来的话 怎么回事 我感觉就是没有那么一个冲击感 本身呢,iPhone 12它拿出来的时候呢 感觉有这么大的手机 一颠蛮轻的 然后iPhone Mini呢 就是拿出来之后 你觉得这么小的手机本身应该更轻 结果一拿出来好像似乎 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挺舒服的 这是iPhone 12 Mini 等会我们把它设置好 先来放旁边 那接下来我们开箱的就是 哇,我期待了好久 但是据网上很多人在讲 这个手机呢 虽然说啊 这个是苹果之最嘛 就是最大的等等嘛 很多人反应手感不太好 具体怎么样呢 我们看看啊 金色iPhone 12 Pro Max 拿出来 哎呦,直接背面呈现 哎呦,天呐 我一瞬间感觉这个 后面的摄像头真的好大呀 哎呦 我的妈呀 真的是有点拿出来 原来像一块金砖一样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买金色了 哇,天呐,大家看一下 一块金砖的感觉 真的真是这样 好,我们把它拿出来 哎呦 这感受一下真的是 全面提升了这个大啊 这个金边真的很漂亮 我先开机 感受一下这个金色 哎,我觉得真的是 然后里边这个说明书 也是变大 哎,你看 这两个放在一起啊 区别还是蛮大的 你看 这mini除了线差不多以外 连这个小东西都有小的 也就是说 连它的苹果标志都是 一大一小,你看一下 苹果标志都是一大一小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很奇妙 哇,真的是一大一小 天呐 这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非常非常夸张的 那我们简单把它设置一下 很快 手机呢,还在设置当中 在这边呢,还要跟他说一下 就是 这次呢,苹果发布的这四款手机 我刚才就是在设置过程中呢 我就把玩了一下 那,给我的最初体验 我觉得 iPhone 12 Pro Max和 iPhone 12 Minion 是属于两个非常极端的手机 一个是真的很大 一个是真的很小 那你说两个的优势 然后它两部呢 各具优势 那真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优势 那再说这 其他两款 我觉得我之前已经买了很久 这个iPhone 12跟iPhone 12 Pro 它两款也是有点 出路比较大的 那总结一下 这次苹果发布的 这四款手机 我觉得是四款都不太一样的手机 就是每一款手机 有它独一无二的特恋 就这样我们用户非常难选择 那我在这边 只能跟大家说 就是说 我是有一个选择恐惧症的 让我 真的你说 我只用一款吗 在某些时刻 我真的不想带着它 那使用另外一款呢 我就在想 哎,有的时候我需要另外一款 真的是很纠结 那 苹果 似乎如果说 在这四个手机当中 如果说它可以 非常完美的 把所有的功能 把所有的特点 集中在一个手机上 我觉得应该是 苹果未来发展的方向 而不是说 一下出四款 这四款每一个 都 优缺点这么明显 这是我最初的认知 也是一个很主观的感受 那iPhone 12这个mini呢 我的持有手感感觉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就感觉会有点怪怪的 因为小屏手机的话 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 像5.4英寸的 应该算是一块绝技了 那我们从手感上来说 如果说你要非要对比这两款手机的话 我个人感觉 iPhone 12 Pro Max 就是这款大手机的手感 我觉得更好 因为拿着手上 你翻过来的时候 它给你的那种冲击感还是蛮大的 毕竟这么大的屏幕 那相反的 iPhone 12 mini 特别特别小 这很精致 你会感觉到 有的时候你更想做的事情 不是用手去玩它 而是 直接装在口袋里 时不时拿出来看一下信息 其余呢 你也不会想太多 可是呢 iPhone 12 mini呢 又是一款 你看起来很小小 但是性能是极其强大的 那这一点呢 在我们后期视频当中 应该会有讲到 那这次给大家开箱的是 iPhone 12 Pro Max 和iPhone 12 mini 那两款手机摆在一起 真的是给大家 一种非常截然不同的视觉的感受 一个是小到不得了 一个是大到不正常 那我还没有很仔细的用它 但是我已经感觉到 这个iPhone 12 Pro Max 应该是一个 有点纠结的手机 那 有些东西我不用测我也知道 因为它机制很大 它肯定是电池续航非常的优秀 但这次呢 苹果为了让这个摄像头做得非常好 我之前一直吐槽三星的一款手机 是Note20 R20 Ultra 就是那个 视像头突起的不得了 那个手机 苹果这次Pro Max 其实是 我一拿的话 我就知道它是一款不太一样的手机 因为我这样一看的话 它这个背部上头的突起也是蛮严重的 所以说这手机如果不搭壳子 很容易在那个 背面把镜头摸出花什么的 这个是肯定要搭壳子的 但是搭壳子呢 带来一个问题 它本身手机已经够大了 就是我现在单手持过的时候呢 会感觉到一定有点吃力 所以说 如果再搭上壳子 它本身呢 应该是不是特别特别好用的 然后iPhone mini呢 我觉得搭壳壳子可能大小正合适 但是呢 苹果呢在这个官方这个介绍里边 把这个iPhone 12 mini的电池电量呢 标的非常清楚 然后使用时间也标的非常清楚 就是两个优劣是明显 就还有我那句话 它也属于非常极端的两部手机 我觉得是给部分人用的 并不是给我们所有人啊 就是使用的 究竟这两款手机的这种使用的感受 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先提前订阅关注我家频道 到时候给大家讲一讲 我应该会很仔细的告诉大家 究竟要不要买 我从去苹果店去取机器的时候呢 那种很多人在排队 比如说 现在改了这个取货的方式 我们取货的话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外面直接取货 就是说我们不用走进去 你把那个取货码给它 它会给你拿出来 你就不用进去了 很简单 那个时候还是有点期待感 可是我真的是 拿出来之后这么一对比 因为我之前可能是先入为主吧 我先用了这个iPhone 12跟iPhone 12 Pro 然后再拿到这两款非常极端的时候 手机一个超大一个超小之后 让我瞬间我的心 并没有放在这两款机器上 反而是回归到了 我之前已经拥有了 可能我之前已经拥有了 最好用的手机了 是吧 然后现在又出了两个异类 其实就是这种很奇怪的感觉 那因为我这个都是美版 所以说在这个机器上面 都有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毫米波 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 不会特别影响嘛 你看这个时候 我的天哪 我手机根本就放不住 这个感觉真的是怪怪的 我不太喜欢这种手机 你看放到这边就 这个就稍微稳一些 这个就稳一些 这个就简直就是开玩笑 但没办法 这是现在手机的设计的一个 技术瓶颈吧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 当时我拿手机的时候呢 那个店门口的一个女士 就是工作人员 她问我要不要壳子 问了好几遍 她说你确定不要壳子吗 我说先试试看吧 然后我现在知道 她为什么要问我要不要壳子了 那我起码觉得这个大 Pro Max是要壳子的 这个小的倒不需要了 天哪 我这想办法搞壳子 要不然的话 很容易刮花啊 好了 大家记得订阅关注我的视频频道 这是我拿了手机之后的一个 简单的体验 给大家之后分享一下 我们之后呢 尽快陆续放出 超好的这种 超好看的这个 评测体验给大家 希望大家呢 持续关注 好了 我是米旧克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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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